有消息傳出 民進黨七月十三號要確定徵招指揮官程時東去選臺北市長 對於疫情還沒有退散 就要去落跑選舉 民眾能夠接受嗎 落跑不是一個好事情 要有始有終 你選市長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吧 這種情況下去選 好像很不負責任 我們贊成的 有人才被選出來 給他一個機會是很好的 我覺得他根本不適合 他本來就不是政治人物 他只是因為疫情 而天天上電視而讓大小熊認同 認為說這樣保育選這個台北市長 讓市民能夠安心嗎 不安心 不安心 因為他之前就做了很多錯誤的決策 疫情明明就是一開始可以控制的時候 卻沒有掌控 然後到後來才說什麼東西都不夠 所以應該是先把疫情顧好 要選台北市長還有未來四年 我個人是希望蔣萬安當選 但是如果是他的話 我就不以置評了 陳時中應該把他的防疫工作把它做好 讓人民安心 這個他目前的工作 不要把選舉黨的定位 從市民來講 對陳時中來講 那還是 我們是遙控部長吧 可是他又沒有把他的這個工作 就可以做到一個完環 就在這個不負責的行為 我認為說這樣還蠻不負責任的感覺 不負責任很難界定啦 但是就是說他認為可以的話 那他就去做他想做的事就好啦 是不是應該 應該把防疫工作全部做好 結束了之後他要選總統都沒關係 因為你不是個政治人物 你不要被別人稍微捧了一下 就想升天了 陳時中先生 希望你先把疫情顧好 然後什麼事情呢 先想在心 對 不要事情發生了才說 沒有疫苗沒有什麼 連連那麼快篩都沒有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次陳時中落跑去參選 台北市長我們剛做街訪 有民眾認為他不是政治人物 只是因為疫情的關心 天天上電視的人 你們有什麼不同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前面